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85花五不带播剧 赵丽颖与凤行人气遥遥领先 杨幂不甘落后 85花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看腻了流水线式的古偶剧 刘诗诗一面观山一上线 就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这部剧打戏流畅 转场用心 装造精美 而且还是罕见的原创剧本 除了一面观山之后 85花门还有五部人气不赖的带播剧 其中赵丽颖领衔的与凤行人气遥遥领先 不妨看看有没有您期待已久的剧集 按照目前预约量顺序人气由低到高来看 1. 第一部《面无双》17.7W 该剧于今年7月份开机 已于近日低调杀青 新剧阵容有唐嫣 刘学义 郭小婷 王红义 周柯宇 张力等人 颜值在线 实力在线 作为古装仙侠剧来说 可期待幸不赖 这部剧改编自《天下无双》 讲述的是为了取得神界的宝物 神女无双奉命下凡间去刺杀大祭司原众 但是却在过程中发现了隐情 之后两个人在调查的途中相识相知相爱 上演了拯救苍生的故事 2. 第二部《狐妖小红娘竹》夜篇19.7W 该剧已于本月发布《杀青》特辑 目前处于后期制作阶段 但是这部剧的话题度不错 演员们的角色扮相野深的观众喜爱 网友们都说刘诗诗是东方怀竹的《天玄女》演员 竹叶片集齐了刘诗诗 张云龙 吴轩怡 翟肖文 侯明浩等实力派人气演员 还有沈月 陈玉琪 张若南 孟子义 周杰琼等不同气质的美女 可谓是颜值顶配剧组 而且从剧照来看 每一位女演员都美得有特色 期待直拉满 3. 第三部《玫瑰故事》38.9W 著名导演汪俊指导的《玫瑰故事》已顺利 于今年11月杀青 前段时间该剧是出了守则预告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一女四男》的人物剧情设定 再加上暧昧氛围感满满的镜头感 新剧颇有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这部剧由刘亦菲 同大为领衔 还有林庚欣 万希 林依 彭观英 霍建华等人加盟 每一位都是高颜值高人气的熟联演员 林更新 林依 彭观英 以及霍建华几个男演员的气质各不相同 帅气感和魅力也千变万化 很期待他们会同神仙姐姐刘亦菲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第四部《狐妖小红娘》月红篇338.1W 该剧已于2022年11月份杀青 目前处于被播状态 这是一部自筹拍时候就备受瞩目的IP 开拍之后网友们的期待值很高 因此目前该剧的平台预约量已经超300万人次 这部剧的主演阵容值得期待 杨幂合作龚俊 还有郭小婷 魏哲明 胡连心 温真荣 祝楚丹 张灵鹤 陈都灵等高颜值演员 他们一起演绎古装仙霞奇幻喜剧 这样的阵容简直不要太豪华 剧情主要是讲述涂山湖族心怀大意的涂山红红和东方家后人东方月初相遇 并且渐渐相爱的故事 剧情设定迷人 女主演杨幂的新剧《狐妖扮相》也非常偏脸 总的来说报款前置明显 静后播出 第五部 赵丽颖宇凤航406.1W 人气值最高的还是赵丽颖领衔的宇凤航 这部剧在2022年11月杀青 目前也是被播状态 这部剧将在2024年的江苏卫视播出 网播平台则是腾讯 这部剧是赵丽颖再度搭档林更新主演的古装剧 还有欣云来 何宇 李佳琪 曾黎 宣璐 刘关林等人 有熟联演员 也有潜力鼓青年演员 其剧古装剧组还是比较惊喜的一个阵容 这部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粉丝群体庞大 主要讲述的是必仓王沈黎和沈君行指的爱情故事 从剧照和预告来看 整部剧的扮相素雅 干练为主 想必新剧中会有温情的生活戏份 也有精彩刺激的武打戏份 期待新剧 以上是85花门的代播作品 每部剧拍摄的时间不一致 当前的预约量不代表最后的赢家 大家最期待哪一部作品嘞